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灯塔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旅游圣地 首先通过参观灯塔 它也体现一种历史建筑风格 另外来讲 灯塔也是一种科技建筑 通过参观灯塔可以聊到很多航海和蚝苗的很多科技知识 同时灯塔也是一种人文建筑 它在看灯塔的时候可以聊到很多周边海域的航海史和航标史 同时它也体现一种精神 一种奉献精神 就是燃烧自己造了别人的精神 所以很多国家都把灯塔看成一种很神圣的一个地方 国际航标协会1997年5月 在世界范围内评出了百座历史文物灯塔 中国占有其中的五座 而海南岛上的灵高灯塔就是这其中的一座 灵高灯塔建立在三面环海深向海峡的灵高桥上 与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较北角灯塔 紧紧拱卫着穹州海峡 这条通向北部湾的重要水道 虽然灯塔是用来为航海服务的导航设施 但是也能以独特的人文内容给人以感悟和启迪 登上塔顶俯瞰大海 可以感受灯塔视野与金怀的广阔 来到塔下仰望蓝天 又可以感怀灯塔境界的壮美与崇高 英国的王妃了 丹娜丹娜王妃和切尔索王子 他们在结婚的前夕 坐了直升飞机到英国最艰苦的灯塔 叫Eddie Stone Eddie就是漩涡了 松去石头了 漩涡飞上极流的一块胶石上面去 建立这个最艰苦的灯塔 晚上点燃了灯塔的灯光 第二天再到英国伦敦圣保罗教堂 进行婚礼 这也说明了在英国老牌的航海国家 非常重视灯塔的精神 灯塔的文化 其实像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这样的灯塔新婚之旅 在一些国家已经屡见不鲜 灯塔不仅作为航标在使用 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境界的象征载体 成为一种人文旅游的独特景观 今天当人们在这座地处热带的国际旅游岛上 沿着耶岭大道驱车前往灵高灯塔的时候 或许即使面对这样一座远在海边沙滩的钢铁建筑 也能从中揭开它同灯塔村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久远历史 品味这一方水土所蕴含的独特文化 从而收获一些你不曾听过的故事 结识几位事业之外的朋友 这位来自灯塔村的老人 已经在灵高灯塔工作半个多世纪 十年前 他在村边的地头上发现了这样一块石碑 这个就是盖碑 下面写了从海关 1893年 这个碑的作用就是 远来发过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盖这个灯塔就是他们的范围 那是1893年的一天 海面上驶来一艘机动船 在几个外国人的指挥下 中国民工之力地抬起几块沉重的石碑 从船舱一直来到林高脚 石碑上的字分明在告诉人们 这片土地已经属于穷海关了 他盖灯塔里后 就那一年就是把那个盖碑立起来 用第二次网 他有个圆酸的 这边也圆 这边也圆 跟这个都不一起来的 所以 这牛啊 人啊 都不随便到灯塔里面去 王光明老人发现的那块戒碑 现在已经被中国航标展馆 作为重要文物收藏 在历史上 它的出现是中国灯塔建设管理 从古代进入近代的标志 十九世纪末年 中国建起新制海关之后 才结束了古代的简易航标时代 开始建设装备有工业时代 先进设施的灯塔 林高脚也被海关列入了 修建灯塔的规划 林高脚的土地上 只有一个古老的渔村 自古叫做昌宫村 但是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 人们也叫它灯塔村了 祠堂前 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 仿佛见证着 这座古老渔村的绵长历史 自古以来 靠海吃海的村民们 就以出海捕鱼为生 但是 大海也总有凶险的一面 每当风浪袭来 渔村中的女人和孩子 就会站在海边 搅手远望 期待着亲人平安归来 因为他们知道 林高海域水流湍急 处处不满岸礁与险潭 林高这一块水域来说 教室暗部 水流湍急 整个水域非常复杂 夜晚的时候 渔船走起来都比较复杂 更别说外地来的交通运输 船谱 每当风浪褪去 渔船满载而归的时候 渔航里就会强起 一阵阵的笑语欢歌 这支叫做 李李美的鱼歌 已经在这里 世代传唱了上千年 自古以来 面海而去的林高仁 就在这样 委婉悠扬的歌声中 过着一种自足自乐 宁静和谐的生活 这块戒杯 犹如骤起的风浪 突然打破了 古老渔村的年纪 看到这张草图的村里人 突然发现 村边美丽的椰林之中 竟然要树立起 这样一座 来历不明的钢铁怪物 简直就是一种不祥之招 得到消息的人们 纷纷从海上赶回村庄 聚集到祠堂前的大榕树下 商议如何保卫自己的土地 维护家园的平安 他们成群结队地 赶到琼海关戒杯前 拦阻施工 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有的村民因此被官府抓了 气愤至极的村民 又赶赴县城告状 才知道林高角的土地 已被官府划给了海关 但是时隔不久 村民们却又开始支持建塔 那是在他们返回村里之后 修灯塔人的一番话 是他们回忆起 光绪十二年 曾有一条外国轮船 在这里搁浅 造成海难 又回忆起 还有一条中国轮船 也曾在这里触礁 就是因为没有灯塔导航 才致使这些船舶 被海浪吞没 从中海峡在我们国家沿海来说 是航路比较复杂的一段水域 这个地方是通往北部湾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 那么在历史上 这一块水域在建立林高灯塔之前 发生过很多的一些事 所以在这个位置 一百多年前建立了林高灯塔 1894年1月19日 伦敦 一个名叫金灯干的英国人 正在写信给远在北京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报告中国海南岛的林高灯塔正在法国制造 两个月后 从英国赶到法国的金灯盖 在巴比再次给赫德写信汇报 前天检查了林高角灯塔和信号灯 全部设备将于4月1日从马赛装船起位 并在信中对灯塔的设计制造公司进行了这样的赞扬 巴比埃公司以前制造过若干类似的灯塔 在巴黎所有的灯塔制造商中手屈一指 但是 赫德在给金灯干的回信中却认为 巴比埃公司的产品存在不少问题 甚至提出要更换新的制造商 然而 赫德写这封信的时候 林高灯塔和信号灯 已经从法国马赛 启程22天 终于 一座钢铁灯塔出现在林高角的地平线上 从那个时候开始 昌古村一直为这座灯塔提供着一代一代的首塔人 于是人们开始把昌古村称作灯塔村 灯塔村的人当时可没有想到 这座灯塔还能在一百年后被评为世界历史文物灯塔 我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写航标史的 我亲自跑过多次 以前幻想到这座灯塔 以前幻想到那里以后 是我非常感动非常惊讶 因为中国沿海所有的灯塔像林高灯塔这种造型 钢结构的 唯一就这么一座 其他都是同事的 它这是有钢铁支架支撑的 这就是能被评上世界历史文物灯塔的重要因素 别看这座高塔貌似弱不经风 凭着这些钢铁支架的支撑 就能抵御来自海上强烈的热带风暴 可是疑问也随之而来 灯塔空门怎么才能到达塔顶 难道又顺着这些钢架向上爬吗 转到灯塔另外一侧的时候 发现它原来有着这样一扇小门 应该可以工人出入的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看着没有什么空间的灯塔 却能依次进去这么多人 进的门来才能发现 塔内居然有着这样一道奇妙的风景 线条明晰的螺旋梯 犹如一道银色的旋风 直坡塔的底部 从这里登上去 就能对塔顶的灯具随时进行检修了 林高灯塔是临海而建 而且海南这个地方 据他们介绍气候有三个特点 就是高温 高湿 还有一个高盐 就是盐分特别高 那么盐分很多会侵蚀灯塔的塔身 所以当地的灯塔碗里的规定 每天必须用淡水擦起一边灯塔 这个灯塔高20米 它里边有82级旋转螺旋式上升的台阶 很狭窄 灯塔周围有300多条栏杆 那么当时交通不便 没有水过来 两位灯塔工要挑着到远处的山上去挑水过来 挑水过来之后 每天擦起一边灯塔 光是灯塔内部 82个台阶 很狭窄的螺旋式的台阶上 他们要走20多个来回 工作量可想而知 从灯塔村走进小洋房的灯塔工们 可能不会想到 灯塔虽然能够为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 带来一丝光亮 但随后也带来了从未经历过的战火与硝烟 灯塔村的平静是对日本的军舰和飞机打破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军队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占据了中国沿海的绝大部分灯塔 为控制南洋至日本之间的航道 日本人进驻灵高灯塔后 立即实行禁防 不准渔民随意出海打渔 一时间 灵高灯塔成了专为日本海军服务的航标基地 同时也成为日本军队推行恐怖统治的具体 灯塔村的海滩上 停满了不能出海的渔船 日本军队不仅在经济上对灯塔村进行封锁 也在精神和文化上对村民进行弩化 他们强迫村民到灯塔里学日文 说日语 读日本书 那时的灯塔又俨然成了一所 强制推行日本文化的学校 更让村民不堪忍受的是 盘聚在灯塔里的日本工作人员 也时不时地溜进村子 无恶不作 至今灯塔村的老人提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依然义愤便宜 有些人进来 进来就搞了弄个妇女 弄个妇女 但是在这里村里就跟她抵抗了 她来久了 地面是女人的 来跟温妇女的 在这里村里就很激奋 打的 但以后不敢进来了 灯塔村把自己的愤怒演化为一次次惊险曲折的抗日行动 他们利用灯塔和日军新建的简易公路 使这里成为抗日武装力量设在海边的一处水路连通的秘密交通站 掩护过往的游击队员 秘密运送抗战物资和传递情报 林高角是我们游击队重要的合同地点 在林高角的海边 就有我们游击队的秘密 交通站 从大陆运过来的军事物资 都在那边海边卸货 在游这里运往山里面的游击队的根基地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 在奋勇前进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 解放大军向着雷州半岛挺进 准备渡过穷州海峡 一举解放海南岛 然而 此刻的海南岛早已布好一道严密的防线 以封锁穷州海峡为目的的立体防御攻势 密密麻麻地构筑在这些便于登陆的重要地团 并且配置了重兵和强大火器 林高灯塔也即将迎来炮火的洗礼 林高角也是解放海南的时候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登陆点 这座灯塔呢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以这个为谈照物登陆的 并且在这等陆上攻 绿树眼映的灯塔仍有当年遗存的战壕与暗宝 当时 由于林高角刚好处于穷州海峡正面防御的重要地段 需要加强步防 所以 灯塔村的很多村民被强行压到灯塔下 挖掘这些纵横交错的壕溝 但是 村民又趁机将这个迷宫一样的战壕 一一记在心里 通过灯塔村的秘密交通站传递给解放军 使渡海大军对林高角海岸的布防情况了福指掌 据我了解 在1949年12月 海南的解放军群阿支队 这个福音华同志 为了配合这个渡海战斗 就是说他带领八门同志 秘密的就是渡过了群东海峡 来到了这个 这中文解放军四十军 渡海战斗的部队的首长 进行汇报了就是海南整个敌行情况 四个月后 这八门同志 就成为了又是说渡海战斗的一些响党 1950年3月26日夜晚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军 一个加强团带2937名勇士 由林高仁福英华也航 分成八十一支木帆船 从雷州半岛向着海南岛的林高灯塔进发 由于登陆点远在防御正面的强点 所以这次军事行动带有明显的强攻强度性质 27日在林高角东北20公里处登陆后 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 顺利和琼牙纵队的部队汇合 灯塔村的村民喜出望外 迎接着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四十军一万八千人 终于在林高角全线登陆 六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如今的海南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和唯一的热带岛屿赏份 也是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 和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胜地 分之踏来的旅游者不仅可以在这里 陶醉于美丽的自然景观 也可以领略它独特的人文历史 灯塔村的林高角 也在六十年前解放大军登陆的地方 建起了一座解放公园 百年灯塔的前方 也以渡海战船的造型 建起了一座四十军海南岛战役 牺牲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的侧面 镌刻着长篇碑文 碑文不仅记录着烈士的英名 更弘扬着英雄的气概 纪念碑前的鲜花 是由灯塔村的人们进献的 他们不仅为这座灯塔 提供着一代一代的守塔人 还可以为前来旅游的客人 讲述自己的村庄和这座灯塔的历史 甚至能在他们亲手维修过的灯塔上 讲出曾经发生的故事 这是一块内园外方的修补痕迹 寻着这样的岁月痕迹 当向它越走越近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多的发现 关于这座世界历史文物灯塔的奥秘 随着灯塔寻踪 成为人们探知海洋文化的 友谊城市 这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灯塔 和它脚下的那个灯塔村 一定会讲出很多很多人们所不知的故事与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